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爱情伦理片》 该片讲述了原本一对生活富裕的模范夫妻 在妻子有了外遇之后 丈夫在这种打击下失去理智的故事 爱德华与康妮是一对生活美满的中年夫妻 他们还有着一个宝贝儿子 在纽约市郊过着令约羡慕的幸福日子 这平静的日子直到一天 康妮在街上邂逅一名男子被打破 上街的康妮因为天气的原因撞上了一名男子 康妮被撞倒受了伤 男子带康妮回家清洗伤口 直到离开时她送了康妮一本书 这次的邂逅使康妮对男子产生了好感 但处于家庭的责任 康妮并没有使自己沉沦 回家后的康妮继续过着她平静的日子 一天康妮意外在男子送的书里 发现了男子的名片 她以道谢的名义联系了男子 男子叫做保罗并邀请她去她家里 保罗握住康妮的手 不知所措的康妮选择离开 可不管她如何逃避都已经沉沦 在与丈夫相处时也不时地想起保罗 康妮再一次找到了保罗发生了关系 而后开始他们的地下运气 回家的路上 康妮想起刚才与保罗发生关系时的场景 不知如何抉择 一边的家庭责任和对丈夫的愧疚 一边享受着保罗带给她刺激体验 康妮与保罗越来越大胆 一起去餐厅吃饭亲吻 渐渐的丈夫发现康妮的异常 一次康妮去找保罗时遇到了朋友 朋友邀请康妮一起去咖啡馆 康妮通知了保罗说稍后她再去找保罗 保罗却也来到了咖啡馆 在卫生间里 康妮与保罗再一次发生了关系 出来时 朋友与康妮谈到了婚外情的话题 说一开始时总是无伤大雅 结局却是不一局 丈夫爱德华在公司因为信任问题 开除了一名员工 员工离开时隐晦地提醒了爱德华 而爱德华其实早就察觉到了康妮的一场 只是不忍破坏这个假设 最终爱德华还是决定找人跟踪康妮 康妮继续与保罗约会 保持着地下恋情 而这一起都被人记录着 又将照片交给了爱德华 就在康妮沉迷着这顿地下恋情时 她却发现保罗还与其他女人 保持着爱没关系 她想找保罗要一个说法 却又在楼道发生了关系 康妮刚离开爱德华就找到了保罗 爱德华看到自己送给康妮的水晶球 却被康妮送给了保罗 气愤的爱德华用水晶球杀死了保罗 冷静下来的爱德华处理了保罗的尸体 并发现康妮给保罗的留言 康妮原来已经想结束与保罗的地下恋情 不久后保罗的尸体被人发现 警方也找到了康妮 同时康妮也十分好奇保罗的死亡 在一次替爱德华取衣服时 康妮在爱德华衣服里发现了自己与保罗偷情的照片 回家后康妮质问了爱德华 知道了是爱德华因为他杀害了保罗 康妮烧毁了照片 随之一起的还有他与保罗的过往 爱德华想去自首 康妮阻止了他 打算一起逃跑 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在警察门口相拥 没人知道爱德华最后是去自首 还是与康妮逃离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